看片之前記得訂閱魚逸Youtube 有你們的支持,我們才可以走得更遠 恭喜Jeremy完成了自己的個人演唱會 現在心情是怎樣?我看你都忍不住哭 現在心情是剛剛一落台立刻抱著花姐不斷哭 我跟花姐說 花姐我終於可以大聲哭了 對,因為真的忍得很辛苦 因為我覺得大家真金白銀 買票進來看沒理由看我哭 所以我怎樣也忍不住 但我希望自己忍到可以唱完整首歌 先哭,所以忍得很辛苦 全程都眼濕濕 是不是感動的淚水? 對,還有很開心的淚水 因為其實我沒想過自己這麼快 可以有一個這麼好的表演 還有這麼多人看的表演 去到由籌備到今天 我一直都很期待今天的發生 還有很期待見到這麼多位觀眾 所以當我收到他們的能量的時候 其實是很開心的 還有你們今天都唱完整首歌 對,我沒有期待這麼快唱生日歌給我 但我很開心 這是我今年真的最好的生日禮物 媽媽有甚麼評論嗎? 沒有,剛才媽媽很快就離開了 我想她今晚才給我評論 今晚再問她 你之前有什麼事情可以打你 沒有,我剛才開場之前 她都特意去了樓下 即是那些粉絲有很多報警版 做了那些應援的那些 她已經去打卡 打完卡 啪啪也很喜歡 我自己 其實啪啪也很... 我覺得是 量了很多不同的東西進去 我都希望真的 給予一個很不同的面貌 即是好像The Prism 一個不同面貌的Jeremy 要給大家看 所以其實 你要我真的要選擇的話 其實我 我自己都很喜歡 九個部分 即是《邊緣人格》九個部分 有繩子那個 那個是真的 大家練了很長的時間 因為真的需要十幾個人 一起去做這件事 所以是 當真是順順利利地完成的時候 自己覺得是很開心的 那你現在多少分 哇,八、九十分都有 是啊,很滿意 我很滿意自己 哈哈 尤其是因為跳唱那裡 也很多隻 是 很滿意 是 是啊 我想說我昨天排練的時候 我也是給全力去做 然後我是很累 我是很擔心 哎呀,糟了我今天怎麼辦呢 但是到今天的時候 反而是很輕鬆 我自己是覺得 嘩,可能是觀眾給了很多力量我 雖然其實是很順利地去完成了 但是 真的我覺得 啊,原來真的過得這麼快 就是 不捨得 是啊,很捨不得 突然之間就沒有了 哎呀,就完了這件事 那我就覺得 今次這個回合我自己很滿意 所以都 希望下 如果下次再有機會 做一個更加好的回合 因為太長 其實我完全沒有考慮過自己的體力 或者是聲音行不行 所以她選了很多這些 比較難唱的歌 所以呢,去到真的全力去的時候 我就 啊,真的糟了 哈哈 真的糟了 但是我都頂了 所以如果再開第二場歌 我應該都 聲音沒那麼好 親吻Serenie手背是在one down裡面 還是即興留住 大家認真看我沒有親吻到 哈哈 我是隔空假裝親吻 這個是剛剛在舞台上自己加的 是我 是我 對不起 是的,對不起 那些黃子是沒有親吻我 熬著的酒 是的,沒有親吻過 是嗎 小菜蛋是否就是那些糞便 是啊 是啊 因為那些紙碎 是真的一開始 Dotrunner的時候 我就已經問監製細蘇 我可不可以有一些四葉草的東西 然後 因為我會唱小幸運這首歌 所以我想在上面寫一些文字 去多謝粉絲 所以就 故意做了這件事 幾套衣服 對不起 幾套衣服你自己最喜歡哪一套 嘩 最喜歡嗎 我想應該最喜歡女團那一套 哈哈 不是 因為其實說真的 本來我是認真沒有想著是要露的 但是呢 就是 花姐就突然間 有提議就說 你不如試試 除了 本來我裡面穿件衣服的 不如除了它 就是 就這樣穿件背心 再加上那件皮褲 這樣 但是反而效果是更好 所以就 立刻折納了這個意見 所以我自己也有做一下健身 起碼都不會有太多的肥肉 給大家看到 所以就 在這個情況下呢 我自己覺得那套衣服 我都很喜歡的 但這套衣服 是有典型的 為甚麼這樣 噢 不要按什麼 有些東西 有些遐想才好看的 這些東西 on show 這些表情 會被你可能有點緊張 那些害羞 我on show的時候 就沒有那麼害羞 但是如果你叫我現在 就 難一點 哈哈 那說回Serenie 因為都是 想到她的表情 是 為什麼是Serenie 因為我真的說了 很久很久 幾年前的時候 我已經 之前做雜誌訪問的時候 有問過 想跟誰合作 我一直都是說Serenie 因為真的 我聽過她的歌 然後又認識了她這個人 然後發現她真的很獨特 我覺得我們之間 如果有火花的話 會很好看 因為我們都在做一些 很獨特的音樂 或者是一些 很獨特的形象 所以如果我們 Cost Over的話 應該會很好看 是的 所以 我今天先抽她 哈哈 所以你贏了 我贏了 我贏了 有機會合作 真的跟她合作 我都很希望跟她合作 所以今晚之後 我就馬上問她 拿這首歌 哈哈 但是唱那首快歌的時候 是否有Mirror的 兄弟在後面一起跳舞 是 這也是扣掉了很久 這個又是 大公神花姐的公布 哈哈哈哈 花姐有提議的 因為其實說真的 這首歌是 其實它在我面對一些負評的時候 幫助了我很多 其實Taylor Swift去做這首歌的時候 其實都是想 告訴大家 如果大家遇到一些 惡意的評論 或者是一些惡意的負能量 也好 大家只要shake it off 就可以了 所以這首歌 我是很想在今次這個演唱會裡唱 還有都很希望 加上兄弟一起參與 其實是很sweet 還有我都很希望大家可以一起 將所有的負能量 所有的觀眾 都可以一起散去 剛才提到很多 你要多謝誰 是 你要多謝誰 我要多謝很多人 第一個要多謝花姐 我剛剛在台上多謝了 然後其實也要多謝公司 多謝MIRROR十一位兄弟 以及多謝ERROR四個 哈哈哈哈 還有太多人要多謝 以及要多謝靠叔叔 因為靠叔叔是 真的有很大的功臣去幫助我 去做這件事 因為其實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留意 Pretty Crazy 其實我也特意去修改 還有一些重新編排 我也是 給卡叔叔說 我想做這樣的音樂 在這個Rundown裡 有很多歌 我也特意有 可能有些少少 rearrange 所以是 很多謝他去幫我做這些 這個是卡叔叔提議的 他就說 不如嘗試做 好像慢歌這樣唱吧 我一開始都不得到 後來他做了這個編曲的時候 我就馬上感覺到 原來這首歌 變成慢歌之後 是這樣的訊息 大家如果真的 聽慢歌的版本 原來是真的 放下 原理把 身體放下 真的會令人覺得 我真的要放下一些東西 所以很希望大家 聽完這個演唱會之後 真的可以放下一些 不好的 不開心的東西 然後開開心心地 走出這個場館就好了 請問參加音樂劇 寫了以前音樂的時候 參加過音樂劇 你會不會想再做音樂劇 都想的 因為其實那時候 參加音樂劇 真的排練很久 真的半年 但只有三場 很快就完了 其實我也很懷念 那段時間 還有如果有機會 我也一定會參加 那段時間 你有沒有感覺到 你有沒有感覺到 或者眼淚 我想了很久 真的 想了很久 去寫那封信 因為其實 那封信 真的 嗯 我感覺到眼淚淚 但我是有很多感觸 我覺得去到今天 即是出道五年 有一個這樣的表演 可以給自己 其實是真的 很大的鼓勵 很希望之後可以再做好一點 下一部有什麼目標 希望跟MIRROR一齊 衝出國際 入迪士尼 入迪士尼也好 你可以輕鬆一下 你們五周年在那裡開派對 哦 這個其實我暫時未知詳情 所以其實 如果真的可以 跟粉絲一齊入迪士尼 都是挺開心的一件事 深深你的餐廳 是 是 是 你有沒有嚇壞了 不敢再做完 哦 只可以說買個教訓 我媽媽都跟我說 不要緊 下次再做好一點就行 做多些功課 然後 其實 現在所有事情 都是交給律師去處理 我都盡量去了解 現在的情況 還有很希望 可以快些解決到這件事 就是這樣 演唱會 即是 演唱會以上 可能又是一些消息發展的 那有沒有影響 其實我那時候都盡量 令自己 焦點在演唱會上 我覺得演唱會 對於我人生來說 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 所以我寧願 把很多心力都放在演唱會上 大家心痛你選了手 選了手? 我自己 噢 舌錢是選手 噢 做比賽 噢 都沒有辦法 做生意一定有事有賺的 所以下次再努力一點 謝謝 י 頓 想 fonctionne